好,來,同學 經過一個下課犀利的藍墊 同學就是把這個,把這個車上人說 在溫度器上的運用,想得更清楚 來,說說看,猴子已經放棄掉這個液點的全力 等一下,我有個問題 那個,腳筋上面還有一段,那是水嗎? 那是空氣 那是空氣 或者是真空,在真正的溫度器裡面,它是真空 不是有一個紅色的東西,然後它會跑到下面 那就是整個一樣,整個都是整個 不是,有一片紅色的東西 有一片紅色的東西 我們來看溫度器,不要想像 我先看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呢? 你這個看起來就是一坨 它身上就是這樣一坨,它是一個大的空間 裡面裝成酒精 那上面這個酒精呢,它先到這邊 這上面有一根小小的管子,細細的管子 它整個都是密閉的,到這邊是密閉的 密閉的 裡面有空氣嗎? 裡面應該是真空嘛 什麼事? 如果我幫它打破會發生什麼事情 打破它就不能用了 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酒精才流出來 然後鍋裡的水 如果碰到那個酒精 我碰到酒精 我碰到酒精 那酒就不水了 碰到酒精,不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那酒精是幾%的? 這我不知道耶 可以喝耶 喝的感受 啊,實際上不加一種酒精,用水也可以 用水也可以 它只是膨脹的那個弧度比較小一點 水也可以 浮度 這叫膨脹技術 所謂膨脹技術 所謂膨脹技術就是說 我溫度的改變 它溫度的比例有多少 我溫度如果改變比度C 溫度如果改變比度C 它會膨脹多少 譬如像我們用酒精杯水 它的膨脹率是 可能是1% 上升1度C 它膨脹1%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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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1度C 膨脹1度C 現在好熱 什麼意思? 它每膨脹1度 它每膨脹那個 那個叫什麼 它就 溫度就上升1度C的意思 應該先溫度上升1度C 然後東西膨脹 不是因為膨脹才溫度上升 沒有,如果我們去看溫度C OKOK 那誰我知道了 什麼要膨脹1% 我知道 你說 我說這什麼 沒有,我是巧 OK 你都知道 我說這顆度怎麼看 每一個 每一格就是1度C 屁啊 它升鞋我們在量度 什麼 20 什麼 什麼意思? 每上升1度C 體積膨脹1% 什麼意義啊 假設它體積是10CC 10CC 然後咧? 那個上升1度它就會 變成10.01 10.1CC OK 變成10.1CC 上升1度C之後 它體積變成10.1CC 沒有休息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它冷的時候不是就會說嗎 就會說 對 這一個也會說 也會說 對 它是往下 不是底上 OK 非常好 現在 猴子的問題 小薇 那什麼地方要猴子的問題 猴子的問題 猴子說什麼問題 我剛剛說那個 那個 那一整根管 然後 他說裡面 那個液體會 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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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體會收 會收縮 然後外面有玻璃 OK 玻璃會收縮 熱浪很縮 液體會熱浪很縮 液體會熱浪很縮 玻璃會熱浪很縮 那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複助增加了 我液體膨脹 我的管子會膨脹 管子膨脹之後 裡面的空間會膨脹 為什麼還是會上升 因為液體膨脹比較多 它不會被管子膨脹 好 相對來講 猴子講了 收縮的時候 我的管子也收縮 液體也收縮比較多 液體也收縮比較多 這樣我們解釋你有問題 有比較多 有比較多 因為假設液體是膨脹1%的話 收縮1%的話 玻璃可能是0.1% 因為液體中間的間距比較大 所以他們的收縮當然沒有什麼液體 OK 這樣解釋也通 就是液體跟液體它本身分子間的距離有比較遠 所以我現在誤一誤一誤它震動的關係 它距離相對兩條路 那為什麼它不會往下流 因為它沒有那麼下流 不是啦 因為它後面是真空的嘛 真空的它管子很小 它下面有氣體 它擠不進去 你有時候如果把吸管 吸管去沾到水 這邊塞住 拿起來 那水會流掉 不會 對 一樣不會流動 那這時候你把這吸管倒過來 這水管也不會流 也不會 它就卡住了 當你管子很小的時候 那毛巾線這樣的影響 比它本身一點影響更大 它不會那麼容易流動 所以說傳動門就是這樣流動 什麼傳動門 沒有 沒事 什麼傳動門 是 所以這樣很容易用在液體上 可以這樣用 事實上我想過另外一個使用液體的 使用液體做的方法 但是我不要用液體 這是我純粹想像 對 我昨天晚上都會練一練 然後練一練 就是 我這樣這樣 練一練以後 原本 原本我的床頂在這 然後呢 我練一練就頭頂到了 我練一練 後來練一練 就 感覺頭已經中到那個頂 哇 熱浪你說 你是不是練一練 然後就穿了拖鞋 沒有 你根本就是每次 你都彎腰鎖背的啊 只是你把腰管打直而已 你就是不然想要吃 沒有 我一直在練疲肥 我不會改變姿勢啊 OK OK anyway 那個 我繼續 好 你下次在練的時候呢 你可以請個同學 會用攝影機 慢慢來拍攝影 攝影 攝影 那你可以看你攝影機啊 感覺一下 那個可以玩 誰知道他腳在這邊 站在那邊 這都是有可能的 你現在做東西 給你不同的想法 那個有可能 但是 但是已經是習慣動作 不會變高 OK 我不知道 但是 我現在不確定 但是一個人的熱浪的時候 不會那麼快 但是我知道一個人 假設你天天 白天 假設你白天 你白天到 一直就是走路啊 坐著啊 你到一整天 或到晚上的時候 你身高可能是160公分 嗯 你如果就是一個腳 可能是160公分 會大概差2公分 因為你脊椎鬆掉的時候 會差點變高一點 噢 但是 你開始走路啊 站啊 跑步啊 運動啊 你慢慢會上座 壓縮壓縮壓縮 又變矮了 所以量身高最好的時間 是早上的時間 然後去量度比較高一點 好 但是 這是這樣 就平常量力嗎 他加了多分就好 不走出來 不一定 好 不能這樣 所以早不起來量一次要加眼光 或者是你 要量身高一點 就去睡覺 我怎麼會輸 我怎麼會輸 好 那那個 但是 一般來講 我們人的熱鬆軟錯不會那麼大 假設你現在距離好有兩公分 因為我現在 在運動 運動場全程都熱了 就說你多兩公分 有點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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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打籃球 打籃球在灌籃會不會這樣 搞不好只有 展開一公分而已啊 應該不是熱鬆軟錯的關係 因為 打籃球裡 整個熱身 越多了時 你慢慢的肌肉啊 筋啊 都會有在運動 他的比較容易反應的時候 你身上會比你跳的比較高 一開始運動中 你可能只有跳三十公分高 可是運動的段時間 你可能可以跳四十公分高 所以為什麼打籃球 不要熱身是這樣子 四十五公分 小的時候可能 這是真的熱身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說什麼 我們再來 既然這段成功 我們來講一個 溫度器的設計 這樣溫度設計 有些溫度器設計 蠻有趣的 我幫你們看過 前一邊的溫度器沒有 蛤 前一邊的溫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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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念加一邊 前一邊的溫度器 前一邊的溫度器 好 他的溫度器很漂亮 你應該都看過 他剛剛溫度器很貴 你說叫什麼 你應該看過 博士課 你說叫什麼溫度器 你說叫什麼溫度器 協力樂 然後咧 溫度器 協力樂溫度器 還是協力樂溫度器 加力樂溫度器 前一邊的溫度器 那裡面都是液體 裡面都是液體 協力樂基督 那你可以看到一堆小球 協力樂基督我 下面有關的 那是水滴子嗎 蛤 蛤 什麼 水滴嗎 它是做個小球 裡面有顏色 紅色的液體 藍色的液體 下面掛個牌子 這牌上面就寫幾度 然後你溫度 因為溫度的變化 你傳遞進去 這水的溫度會跟外面的溫度一樣 這水的溫度會傳遞到這裡面的空間 溫度會一樣 那這個空間會跟著同上面收縮 那裡面裡面有溫度的水 有液體裡面的水 然後它就帶著它 跟這個液體都比較 會浮上來或沉下去 那這個時候你看 浮上來的 最後一個 是號碼多少 就是幾度C 所以它會很有趣 它都會改變 你看慢慢的這樣沉下去 所以潔滴堆是誰啊 潔滴堆是個科學家 他就是 發現那個 冠軍動聽力 去修正 第一個去修正那個 修正 修正 修正那誰 我聽不懂 亞里斯多德的 冠軍動聽力的一個科學家 謝謝 那他另外一個科學學學朋友去的是 我們都傳統會習慣說 大的東西 不要快掉到地上 小的東西 不容易掉到地上 比薩鞋塔 比薩鞋塔 比薩鞋塔是拿兩個鐵球 放個去同時間落地 這事實上是空氣阻力的影響 而不是本身 如果假設空氣阻力的話 我們應該做到地上的時間 都是一樣的 欸 你們做一個 就是講一個 保齡球 對 跟一撮羽毛 對對對 真空 對 真空 天出的東西又好好學 嗯 然後保齡球 掉一下 什麼 沒有 我在 所以多到地上就不能 保齡球掉一下 然後玉寶就衝 蛤 你的嘴臭嗎 好 這是鞋魚的溫度計 好了 那溫度計的設計器很多種 那我們現在想一下 那一根多少錢啊 那一根大概 150吧 那我要去買一根套 然後 你看我們現在用的溫度計 我們叫做色式溫度計 你應該是要試一次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華色溫度計 華色溫度計 華色溫度計 就不能這樣 蛤 蛤 好像Farren牌 忘記了 你看 色式溫度計 用華色溫度計 是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人設計的 華色溫度計 現在國外老闆 用華色溫度計 華色溫度計 主要是英國那一方面的 可以讓它設計的 那怎麼定義它 蛤 我們用色式溫度計 為什麼 因為色式溫度計 就是我們比較喜歡的 百姓位的 百姓位 百姓色式溫度計 八姓色式溫度計 它就定義 水結冰的溫度 是0度計 水開始沸騰的時候 是100度計 夠清楚嗎 簡不簡單 簡單 中間給它分出來的刻畫 100個刻畫 這就是我們常用的色式溫度計 現在拿著也是色式溫度計 就是我們常用的色式溫度 所以你們有看到 色式0度的時候 表示水可以開始沸騰 色式100度計的時候 表示水可以開始沸騰 色式跟華色有什麼差別 差別在這裡 另外一個 華色是另外一個人 他發行的 華色 數字比較大 不是 華色呢 他是拿 他是拿什麼 可不可以折動民視 是什麼 可不可以折動民視 對不起沒有民視 可不可以折動 我比較喜歡上台式 又可以折動 謝謝你 中式溫度計 謝謝你 華色無度計呢 華色無度計 他的定義 他結冰的時候是幾度 近式溫度計 是幾度 課本有小 因為你們是公司 欸 同學 好啦 那是公司了 這是我的權利好不好 這是我的權利好不好 這是你的權利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現在換大家打擬一下 換羽龍打擬一下 打擬嗎 OK 聽 這是我的權利 哈 那個 不要再躺下來 你不要躺著 你不要這邊穿右腳尖 華色 我第一次穿右腳尖 華色 你怎麼現在呢 我沒聽到中神 你不要這邊穿右腳尖 我還沒聽到中神 哇 幸運的大特席耶 什麼 你跑去哪裡 樓下 我就在旁邊而已 樓下總會沒聽而已 上公室旁邊而已 你在睡覺 沒有在睡覺 沒有 你沒有突然發現旁邊都沒有飛躍 都沒有 可憐 他一直都沒有朋友 所以發現不得了 你在看書 這個有1分之1 類似吧 類似 OK 聽聽聽 回來 回來 華色度估計呢 很特別是他在水間 他不是0度 他幾度 325 325 好難的啊 他幹嘛在 他幹嘛用個325度 很奇怪耶 好 他在沸騰的時候幾度 212 212 為什麼 不是 不是C 那是F 325度F的時候 他在 華式325度的時候結冰 他在華式212度的時候 沸騰 你會覺得 這個人很奇怪 為什麼不訂個剛剛好的位置 為什麼不訂個100 200 300都好 他用別的東西 他用別的東西 非常好 他用什麼東西 口水 不是口水 他可以測靈架 蛤 他可以測靈架 靈架 他可以測靈架的多度 測靈架的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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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裡可以測靈架的多度 他可以-10度 100度 120度都可以 他也可以測靈架 都可以啊 沒有發現 那為什麼 為什麼他用三次的度 不是 靈架幾度 就是完全沒有生物能生存 當然也沒關係 好吧 我隨便講說他靈架的一度 他一定有一個標準 他標準 他用鹽水 他把水架沿進去之後 你看看 因為加鹽之後 他給他整個結邊的溫度 他給他那結邊的溫度降低 他加水加鹽巴之後 他的冰點 是0度 加多少 加多少 他用這一點來當成0度 他用這一點來當成0度 這樣就有意義了吧 對他來講有什麼意義 我剛剛當中做什麼實驗 但他用這個方式來聽聽到0度 可能我在想 他可能是個航海家 他可能是航海家 因為他知道 什麼時候不能出門啊 他想知道海水過結冰湖 可不可以出門 當然 航海會被冰洞在海面上 所以他可能用這個方式去決定說 我今天做個溫度鏡 我主要是要知道海水會不會結冰湖 他用海水結冰湖上的0度 他就可以有參考值了 他用什麼地方上的100度 他用什麼地方上的100度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海水會蒸發 海水只要蒸 只是蒸發的快跟慢而已 然後什麼溫度當100度 你覺得呢 跟 一定跟生活有關了 你看 這個用水因為他的科學家 最容易取得的實驗器 可以塞5-85嗎 25度 25度 為什麼說25度 我也不知道 猜的 欸不是 猜猜看 30度 30度 然後你用攝氏 不是這個 黃是比攝氏先出來的 好 摄氏度 是在滑溫之後才設定的 有一個人叫做摄氏 摄氏這個人 是要醒這個人呢 他去設計的 37度 為什麼37度 為什麼37度 我也不曉得欸 為什麼37度 蛤 是有答案 對有答案37度 為什麼37度 跟你有沒有關係 有 人 人 人體的溫度啊 人體的溫度啊 人體大致上就在這個溫度 就是人大致上是30度 所以他把人體的溫度升為100度 這是這樣的意義 我超過這個溫度 我超過這個溫度 某個時間 我可能就覺得是發燒 會太能 他可以從這個溫度計算看 所以他的0度 是定在 岩水結冰的時候 他的100度 是定在人體的溫度 OK 這樣就有意義了吧 OK 這就是他的意義 那 中間有時候我們需要轉換 有時候 欸 現在好熱喔 現在這個華氏120度 那說 當 那120度到底是入息啊 我沒辦法換算 我知道 怎麼要換算 I know Please say it 呃 我要想要去 現在是跟初覺的關係 現在跟初覺有一點關係 我現在有一個疑問啊 我去美國玩 就電視新聞報告示 告訴我現在是華氏 明天天氣很熱 120度 華氏120度 可是我腦袋裡面沒有蓋 你是不是120度 我不知道 我都算華氏嗎 我猜就不知道 對 美國習慣用華氏啦 對 你沒有概念啊 華氏120度到底幾度 我不知道 那怎麼辦 我是要把它換算成424 才容易 你知道什麼意思 48度嗎 為什麼48度 我不曉得 你投算啊 你要猜嗎 他拿華氏 他拿華氏溫度計 然後拿去算那個425 沒有錯啊 你可以拿華氏溫度計去換算一下 可以啊 那怎麼換算 那就是問題 什麼換算啊 對 是打在上面 浩瑄就只會用這些 以為自己人衝不 一直笑 一直笑 等一下 等一下 這邊到這邊 快點 有幾個 有幾格 這邊到這邊有幾格 我知道 什麼不知道 我都放在黑板上 不會帥氣啊 我說我知道 多少格 嗯 嗯 18 180格 謝謝你的答案 我們從測試的0度到測試100格有幾格 18 100 有幾格 100格 對不對 也就相當的是 我每一格 我每一格 相當於測試的多少格 18 蛤 1.8格吧 18 這邊100格 18 相當於它的18 180格 對不對 也就相當於我每一格相當於華色1.8格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18 是不是這樣子 不是 沒有 是那邊的每10格等於1 1 對 或者是說 華色的溫度乘以 18格 70.9 然後就變成 為什麼是0.9 或者是 或者是說 我每5格 相當於幾格 是10格等於18格 對 10格等於18格 5格等於9格 是不是這個意思 每5格等於9格 是這個意思 好 那我現在是120度嘛 120度比同生還算 120格吧 對 那我先把它扣掉對不對 扣掉之後這邊剩幾格 剩幾格 拜託好不好 好 好 我要參與 不要參與 幾格 本來是120格 對不對 從0度開始算 125F 125F 同生開始是120 120格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從0度這邊開始比較 好 可是我0度 可是我0度的時候是32F 所以我已經買快了32F 幾格 8 8 是88格 我這邊相當於88F 我這邊相當於幾格 可是 每9格相當於5格 所以88格相當於幾格 我這邊可以對照 跟相當於幾格 可以對照 怎麼做 怎麼做 我都那種蕩齒 蕩齒 蕩齒 我好累 我剛剛回家很多吃 我不要玩 不累不累 好 計程 這一瓶你應該會的 快點不累 好 這個 這個是基本的 你再問一次 我再問一次 我再問一次啊 你剛剛提問 你講了三次了吧 我現在120度F 我相當於設施幾度 你剛剛從華視外測試喔 對對對 你剛剛是120F 對對對 180F 180F 168F 48 好了 那這什麼 180F 可以怎樣 隨便 28F 小威 你還好嗎 很好 好啦 這個東西給我比較強 因為看起來這個部分是 18度 你不能用數學指南關係 對 因為我現在很開心是 看起來 我們可能有一半以上的 數學程度都不是太好 所以我今天講的 是用自動當機 幹嘛 那你們真的要 你們真的要 跟上空沒有關係 跟自己有關係 好不好 你沒有讀書跟老師什麼關係 你沒有學會跟老師什麼關係 你沒有想要學會誰 誰來教都沒有用啊 如果你不想學會的話 那如果你想學會的話 沒有老師也可以學會的 OK 像你這麼會看漫畫 會去找漫畫 那需要人家教嗎 誰教 夥伴 哪一個夥伴 很多夥伴 你回去問嘛 把我變出去 你是會去問 當然要問 對啊 你不會就要去問啊 不是嗎 你彈吉他 你喜歡彈吉他 你彈不會了 他要練這樣輪子很棒 你不會了 是不是要去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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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畫畫 畫不會了 不會畫畫了 這個技巧 這技巧好棒 不知道怎麼畫的 要不去問 技巧要不要去問 你自己練啊 不要去問 你自己練啊 感覺 就問一下還是不要 可是問比較快 對 問比較快 好 那你在短信要學會很多東西 很多時候就是要去問一下 不要把責任是說 這數學不會就燒功 跟燒功沒有關係 是跟自己有關係 好不好 這部分 其實是更簡單換算 我相信會的 你要考慮說會 會不會 48 還沒算 那你會不會算 你知道怎麼算的嗎 你 你在一個題目 在認了一個事情 你遇到一個問題 我不講 都是講數學題目 講自然題目 我不講認了一個題目 而講 你看那個問題 你看那個問題 事實上你就很清楚機會 因為你會有感覺 我有辦法去 有沒有辦法去解決它 是不是這樣子 我如果有辦法去解決它 我就是有辦法把它答案 認了問題 我講了認了問題 假的對你來講 這是個問題的話 可是對你來講 如果沒有困擾你 因為說這種事 很簡單 如果你現在想好 假的你現在就要答你 再答你 你已經有辦法解決幾個問題了 不過你今天要回台北 你說回台北 不是問題啊 因為知道從哪裡沒有坐車啊 我不會坐過後 可以去問人啊 反正我有辦法解決 我的問題 那你就不會問對你來講 什麼問題 可是你如果又要這個問題 一碰 從涉事 黃氏126 變成涉事 涉事困庫的時候 好像不知道怎麼開始 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是 你對題目沒有搞清楚 你在問什麼 第二個是 你根本不知道從你的左手 88乘一點8 88乘一點8 後來這邊除一點8 這邊除一點8 假啦 因為88 我們發現這邊沒9格 會對應這邊5格 所以我就要乘上9分之5 或者你先把它處理9 我看看有幾個9 再乘上5 我就知道可以得到設施幾度了 我就這麼簡單 所以呢 這部分就是 等一下 不是那麼難 但是我不希望同學遇到一個問題 好像說啊 這是數學 賣來門魔 我賣掉 就直接放棄 自動放棄 這很可惜 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不要問到一個問題 就自動放棄了 所有的問題都沒有那麼難 對不對 有 對不對 所有的問題都沒有那麼難 所有的交通都沒有 再睡著了 就推下去了 所有的交通都好睡 真的啊 我們時間很有限 一天一天一個過嗎 我覺得我會 我常常講一個事情 是 有時候我們會去想說 我們要講阿羅 講說什麼 這個學費多少錢啊 你有沒有賺到 有沒有把這個資源用好 先不要講 我最強的事情 其實有個簡單的說法 就是這樣 我每天要進一點百分之一 好不好 我今天比昨天好一點點 百分之一 你知道嗎 1.01的十次方分是多少 或者說 1.01 假設我每個月每個月都進1.01 一年就進入1.01的十二次方 我十年就是一百二十次方 誰有計算機可以算一下是多少 1.01的 你知道我不是嘴巴 這是怎麼來算 就是1.01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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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阿 我 loved one 女友良好 你不用那神 你可以用翅膜嗎 1.01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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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乘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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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4 lie 3.3003871 3.300128 有沒有 3.3001 好 3.300387 3.300387 然後英國的1 1 然後呢 然後呢 120 120啊 這麼大 120 120等是什麼 不可能120吧 1.01 1.01 1.01 這麼多啦 講錯了 你按了120 好 3.300左右 那你再幫我按一個 0.99 再幫我按一個 0.99 這個意思是說 有人把這個東西拿 數學拿來 當一個哲學心的討論 你每天只要進步1% 你進步120天之後 你進步了3倍的能力 可是你每天只要退步1% 每天只要退步1%喔 120天之後 你就是這樣 0.299 0.35多的能力 那當然說 都沒進步我維持 那就去D 可是你看 短短的4個月 這個人的能力是4個月前的3倍 他每天只要進步一點點 這個呢 如果是每天再帶多一點點 我退步一點點 我3個月後之後 我的能力就變成原來的1% 1%而已喔 這兩個 相處會差多少 一個進步一點點 一個退步一點點 3個月之後 這兩個能力就相差你10倍喔 相差10倍喔 為什麼我來清水一年多以來 我真的看到很多同學在進步很快 進步很多 我也看到很多同學停滯不前 可是更可惜我看到很多同學在退步 在退步喔 在退步啊 退步是退步到 以前那個跟別人溝通的 退步到現在不看很多溝通的 不是我嗎 我不知道 你自己去買錢 這個事情是只有你自己最清楚的 以前是 可以很善於表達自己的 退步到現在連表達都不太會表達的 以前是 對讀書很有興趣 至少會看點書的 退步到連看都不允許看 我都認得書啦 我不要講什麼書 以前是 每天很多時間跟別人在做交換意見 在搜尋 在充實自己 不管是充實自己 因為有時候交換意見 所以就算是聊天才交換意見 退步到只有兩橫世界 或者是一個人跟電腦世界 這個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覺得很可怕 我個人覺得很可怕 我還沒讓我放成 你可以去試試看 假如把這邊換成300 會是什麼結果 這可能大家只能剩下 這個呢 如果換成300 大概會到10左右 來到了 你想要每天進步一點點 每天進步一點點 你一年之後 你可能給他10倍的能力喔 沒有才10倍的能力喔 沒有才10倍的能力 你有沒有要注意 我曾經看過一個事情 有一個孩子 他因為 突然有一些 對數學非常有興趣 就是孩子 我講孩子 大家就是四歲的孩子 他突然對數學非常有興趣 他利用一年的時間 他把國中高中 六年的數學突然 就只因為他突然有興趣 就跟剛剛技能講的 換你去問人 想學會去問人 就這麼簡單 你也可以自己慢慢思考 思考 這個問題想不通 這個問題想不通 想不通 你想那個暑假還是想不通 想了一年還是想不通 我問不到也只能想 蛤 問不到也只能想 但是 你會問不到嗎 有 那你會想這個問題嗎 我有解釋嗎 我有解釋嗎 你現在 你現在程度會去想這個問題嗎 你現在的數學程度會去想一個 沒有人想得通的數學嗎 你現在去想 你需要去想那些 沒有人想得通的數學嗎 你需要去想一些 沒有人會的不自然問題嗎 應該還沒那麼程度吧 我騙邏體後 因為他在跑出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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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邏體 都替我們 裸分就可以想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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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分就可以想到未來 裸分 裸分 對 那是他 因為在他之前 沒有人想通 那就是裸分 那就是需要 肚木沒有錯 那就是 對他 來講 對阿基尼德來講 他那時候需要肚木 因為在阿基尼德之前 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但是在阿基尼德之後的人 還需要裸分 裸分想問題嗎 還是因為泡過浴缸 噢原來福利是這麼一回事 需要這樣 那我在蘋果樹下辭職 OK 你也不用像牛頓一樣這樣思考 畢竟你也覺得你是蘋果 掉下來把你炸死了 你也想不出來 對不對 蘋果不是榴槤 因為 牛頓是 牛頓他已經累積了多少 科學知識在那邊 一個蘋果砸這樣 就突然動不穩 我們沒有那些基礎 沒有那些基礎 學理的時候 在樹下 牛 他現在不提樹下 欸 牛頓不穩 你就一桃樹下 等華盛頓 他就被敲死了 說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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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簡單 就是麻煩各位 每天回去 在寫協習紀錄的時候 順便思考一下 我今天有沒有進步 我知道了 我今天進步了哪些事情 我今天在哪邊 學習到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就把這些東西寫進去 學習紀錄就是要你做這個事情 每天做個小盤行 我今天有沒有比昨天更進步 我們也要做很多 你只要進步一點點 我今天只要學會多一點點 我今天只要學會多一點點 你每天都這樣做 你一年 兩年 三年 離開慶祝之前 就進步非常多 好不好 都不會閒時 因為現在開始做 你就會來得及了 好嗎 因為人生很長 你現在不僅是短短的 兩三年在這裡 而且如果每天進步 多一 0.0就是更爽 對啊 20倍 沒有錯啊 你如果有一天進步更多 你不要進步1% 你進步2% 那個小孩幾歲 那個小孩幾歲 你要講 這是G5 剛剛說那個子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幾歲 我不知道幾歲 我只看那個欣賦幾歲 好幾年前的這個 哪一個 是 新移度 我畫出了 這是新移度 有可能是新移度 有去開始想學數學 就開始 每天去 去數學 去看數學 去做數學 他有沒有可能說 國中 就一直沒有 國小就自己沒有畢業 其實已經等於活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練舞屬下 把數學 把三年級 國一 國二 國三的數學 有可能一年級 二年級都沒有讀 為了考試 國三的時候 把數學讀完 也有可能嗎 有 有 也有可能 那東西是你要不要學而已 有 好了 我們回來 這是 攝氏跟華氏的孤度定義 好 其實來孤度計 叫做凱式 或者叫做 肥肥凱式 又一個 K 他的定義就是K 幾K幾K 他沒有度 他沒有幾度K 通常他不講度K 他不講K OK 好了 那他這個定義是什麼 他定義很簡單 他這個設施來的 他做實驗 我現在如果問一個問題 我不斷加 我不斷加 從零度可不可以加到一千度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我再去加換加換加換加到一萬度 可以 我再去加換加換加換加到十萬度 可以 可以嗎 我再去加換加換加換加到一億度 可以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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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 人類的能力文化 到了這個我們都知道 但是到幾萬度是還有辦法 好了 我快點解溫 把溫度拿掉 把溫度拿掉 溫度怎麼拿掉 問一下 這樣 怎麼樣 用手拿走 用手拿走 用手把溫度拿走 這是因為熱水 請把溫度拿走 丟冰塊 丟冰塊 好 冰塊為什麼可以降溫 用冰塊丟到熱水 所以用冰塊丟到熱水 把這個冰塊把熱水的熱移過來 讓冰塊 所以是讓冰的東西跟熱都混在一起 對 混在一起 所以它只能達到平溫度 你最後的溫度 成當冰跟熱水中間的溫度 就是 再丟再丟 就會一直降下來 這樣冰比較多吧 我每丟一個都會變好 好 我現在有 有一點點熱水 100度 我現在有一堆冰塊 0度 0度 我把這兩個混在一起之後 溫度會在哪裡 接近0度 接近0度 會不會低於0度 不會 永遠不會低於0度 永遠不會低於0度 對不對 那所以 假設我現在想 把溫度加上-100度 我會怎麼做 加壓 加壓 就拿-100度 所以拿-100度的東西 來跟它碰在一起 對不對 我拿-100度的東西跟它碰在一起 我就有可能加上-100度 欸 不 -101度 好 -101度 然後一直丟位置丟位置丟位置丟 我丟很多嘛 一樣這是一點點 就是很多-101度 我就有可能加上-100度 對不對 我注意的時候 我怎麼能當-100度 -100度 那 我們有沒有可能當-200度 拿-20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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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讓免角到負 好 那我們幫我拿-300度 這樣還可以 地球沒有 到負-1000度 不行 地球沒有這個什麼技巧 我有沒有辦法負-2000度 沒有考慮給大家 都可以就可以了 好 停 停 停 我們開始覺得不可能 希望剩哪個點不可能 是負-300度不可能 還是負-1000度不可能 還是負-2000度不可能 還是負-3000度不可能 還是負-300度不可能 還是負-10度不可能 負-300度不可能 我猜的 所以猜嘛 大家猜猜看 猜一個科學啊 所以 我們老大一太知道說 十科學面 負的 對 科學面如果能解決 這問題就太簡單了 就跟阿經理等下 跑去睡覺 那位同學 我的火鍵快發射了 啊 啊 啊 sorry 射中 耶 好 不要隨便睡覺 負的問題我們看 它是有極限的 它是有極限的 所以科學家就想知道 它極限在哪裡 他想知道到底極限溫度在哪裡 所以這個人 他就把空氣 拿去降溫 他發現呢 發現溫度跟空氣 空氣會壓縮 空氣會變小 很簡單 你可以做個實驗 如果你比如說 去隨便拿個保護瓶洗乾淨 裡面不要裝溫度 你就裝空氣了 鎖緊 放到冰箱的上層 不用十分鐘 你去打開看看 那個保護瓶就收縮了 不用十分鐘 一秒就可以了 一秒不行 你要讓它平衡一下 大概十分鐘多了 就可以跟它收縮 五分鐘有像十分鐘 那如果把門抬 十分鐘 OK 如果把門抬折後 應該可以 但是你會到外面 你會這樣一直 可以試試看 可是我沒有很難 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看到它收縮了 為什麼它收縮 因為裡面的空氣都冷 就極限了 OK 沒有錯 所以它就做個實驗 它做實驗 而且它做直 它發現我在 我的溫度 我從這邊看的話 等一下 這體積是溫度 但是我把這邊變成負的溫度 就是往這邊是越來越低的溫度 我從0度C的時候 等一下停在這邊 我發現呢 我負10度的時候 停在這邊 我負20度的時候 停在這邊 它發現 這是有個趨勢 有個趨勢 到某個東西 某個地方的時候 既然就有趨勢 老師它會到這邊 體積是0 你看 是不是體積是0 我到某個溫度 體積 當空氣變成體積是0 它就會不會再收縮 不會再收縮 不會到0 它會到0 你知道這個溫度是幾度嗎 所以這個極限溫度被推測出來 是273度 負的273度 其實是被推測出來 被推測出來的喔 因為真的我們做不到 我們沒有辦法 找到負273度 一堆的東西 跟一顆水混在一起 讓變成負的273度 也沒有辦法 因為只要這個東西 不是負的273度 我慢慢起這個變溫度就會上升 就會上升到不是負的273度 而且這個宇宙中 整個宇宙中 找不到這麼低溫的東西 還找不到 只是還找不到 事實上就是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 人是有方便持有宇宙嗎 這是極限溫度 這是極限溫度 目前宇宙中 宇宙中 沒有物體的地方 我們探測到的溫度是3 就是負273度 所以這個人就定義 負的273度 是0K 所以現在大部分 我們說宇宙的溫度是3K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它結冰的溫度是273K 它沸騰的溫度是幾度 幾度 幾度 373K 373K 是它的沸騰溫度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 絕對0度 這邊又叫絕對0度 是 什麼呢 下課了嗎 不是 喔 你是 FIRE 你多快我要叫起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動作難了 投胎起來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沒有生病吧 昨天晚上幾點歲 大概就不好啊 好 好 所以 欸欸欸 欸 同學 幹嘛啦 還要倒下去了 不能趴 什麼 我沒有睡著過 就不能趴 因為他肚子是整的 我沒辦法 對對對 姐姐 我沒有辦法確認你們睡著 但是給我頭不要趴著 好不好 手 所以我們知道 負的273K 是 做了物質的最低溫度 沒有辦法比它更低了 沒有辦法比它更低 所以這部分我們就定義 它是絕對0度 但是 但這部分不是我們做錯的 我們是拖一側出來 我們是拖一側出來 因為實驗只能做到這邊 所以這邊是拖一側出來 所以這邊是拖一側出來 但是還沒有可以做到 在哪一邊 所以在整體輪上 所以還沒有真的可以做到 還沒有辦法真的做到 真的沒有辦法做到 欸 魯魯笨的肉 所以有人說啦 到絕對0度的時候 說不定光都不會流動 那黑洞有幾度 蛤 黑洞有幾度 黑洞啊 黑洞有可能是這麼低 因為它全部都收縮了 或是黑洞 黑洞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質量 是不是說沒有黑洞嗎 有黑洞嗎 有黑洞 黑洞出了 黑洞已經被關卡了 有過去 黑洞已經被關卡了 還有人進去嗎 沒有人進去啊 這次就出來了 我們人類發射的太空船 好不容易經過了三十幾年 好不容易到了太陽系的邊緣 黑洞離我們太陽系的邊緣 黑洞離我們太陽系的邊緣 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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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指光點啊 假設這是太陽系的話呢 假設這是太陽系的話 第一個黑洞離我們比較近的 黑洞應該是在天重比 你懂什麼 好遠 哎唷 假設這是太陽系 假設這太陽系這麼大 太陽系這麼大 人類從這個點到這個點 花了三十年 這是太陽系在天重比 不是 第一黑洞 在天重比 那你知道大小的嗎 裡面都到不了啊 那太陽咧 劉璃太陽這麼大 太陽這麼大 太陽看不清楚 太陽看不見 太陽是細菌 太陽在中間 天下雨 好 好 黑洞 不好意思 倒不了 那黑洞 怎麼知道 天重比那邊障礙都什麼 幹 宇宙是空的 結果我們看到碰你 那邊有黑洞 在天重比那邊有黑洞 所以空在雨後上 還有星星啊 黑洞看什麼樣子 黑洞是 如果在 光環境裡面觀察到黑洞的話 它應該不是 我們剛剛講的嘛 黑洞 如果說中間它不會反射光線的話 光線會吸收到黑色 所以在太空中看到它就是純黑色的點 因為這個光線經過它都被吸收 它不會反射光線 它不會放出光線 所以它是一個黑洞 所以它是一個黑洞 所有東西它都要 它都吸收了 它都吸收了 平常是純黑色 那它的存在感應該很低 怎麼看得到呢 你就是 萬一看它就是缺一塊 哦 對不對 假的你譬如大家都穿白色衣服 只有一個穿黑色衣服 你會覺得它的存在感很低嗎 會 不會吧 它存在感很高 宇宙的同樣 那些星星不會擋住 中間沒什麼星星啊 好爛 這宇宙 欸不要想 對不起 宇宙就是這樣 這太陽系的話 假設我們第一個行星是在 比我們歷久比較近的行星 也許在這個 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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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憲民國小 好遠 那這個 從太陽系這個行星到下一個行星中間 就沒有行星了 就沒有行星了 OK 每一個行星都會在一個行星 我如果說 我第一個行星在 在憲民國小 那黑洞應該不在憲民國 黑洞可能是在 黑洞可能是在 黑洞可能在國東吧 哇哦 好 宇宙是非常美的 宇宙是非常美的 黑洞是不是在銀河系的 到我死的那一天為止 像的銀河系裡非常多 而且銀河系裡 也非常多個銀河系 一個銀河系裡 有幾千億的行星 那整個宇宙的朋友 幾千億的銀河系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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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換 老舊啊 你知道嗎 我在那個 宜蘭探索博物館這個社團 我成立一個社團 宜蘭探索博物館 你有興趣可以去訂閱 去按讚 你看過 我裡面有放一個 它其實講彗星 我們有發生的太空場 去登陸一個彗星 最近剛登陸了 那登陸彗星之後 然後呢 我們就從地球這邊把它叫醒 對 它叫醒 它登陸彗星 它身上的電池 只做它工作大概是 五天左右 那事實上 後來它只工作四天就沒有電 所以它沒有電 它那個彗星裡 那個太空船黏在彗星上 然後就黏在彗星上 它目前又不會動 所以它現在等說 那個彗星要靠近太陽的時候 那個陽光會打到 那個太陽船上的太陽板 它會在充電 等它有電的時候 就沒有開來聯繫 那這個太空船 飛到這個彗星 花了十年左右 那個彗星在哪 彗星在哪 彗星在 對 彗星 它準備到彗星 到太陽 但是它很遠 現在地球也非常遠 所以這個彗星從發射 這個太空船發射之後 經過十年的旅行 才到那邊去 那這中間呢 不能一直通訊 它會沒有電 所以它飛出去 確定它方向之後 就把它關掉 要睡覺 睡覺就開始飛 對 那種飛是用飄河 還是有藤色 沒有沒有 這是慣性 慣性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本比 如果在太空洞 我們把它丟出去 它開始飛了 它就不會停 這是不是沒有動力 它只要沒有動力 它沒有動力 它沒有動力的話 它不會停 它經過什麼 星球的引力什麼 不就 對對對 那我剛剛講了嘛 太空是太空 太空了嘛 空洞蕩蕩的太空 那這金盆上沒有什麼東西啊 而且 你會有什麼理事 去撞它啊 大吞 那千也非常厲害 那如果 那如果 太空人他們吵架 嘎 嘎 還好會綁繩子 還好會綁繩子 太空人都綁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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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都要綁繩啊 把這個繩子別斷 那繩子的話 不足以外 我就求了吧 對